那么佛是圣中之圣 三九居人 众圣众尊 孤成为佛 佛是老四 我把他 成为学位 佛陀教育里头最高的学位 是佛陀 第二个学位是菩萨 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 好像现在大学 最高的学位是波斯 佛是波斯学位 菩萨是硕士学位 阿罗汉是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了 大大学位了 佛菩萨不是神 不是心 是佛门 三个学位的称呼 你只要肯修 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 这三个学位 你都可以得到 所以大臣经里就有成熟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本来成福 因为佛法的修学 跟我们世间不一样 世间要学很多东西 要学够多少学分 佛法里不如是 佛法里功夫是放下 你在一念之间 真正有无量 世间一切万发 都是假的 你能下定一个决心 一下放下 统统放下了 那你就成福了 这学位你就拿到了 那放下一切 妄想分别执着 就成福了 那学东西多少 没关系 与这个没关系 他讲放下 放下其心动念 是放下 无事无名烦恼 放下分别 分别是沉沙烦恼 像沉沙那么多 从比喻说的 放下妄想 妄想是见思烦恼 这三种烦恼 障碍了我们的自信 我们迷了 迷而不久 这三种张愿放下了 自信先前 自信救 自信就完全恢复了 这叫成福 这六族惠南大师 开悟了 明心见心 见心成福 惠南大师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他对于学 学什么 学经教 学文字 与这个不相干 佛陆教育 我们的认识清楚 佛陆教育 佛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真心 真心就叫做自信 性是什么意思 不生不灭 这叫心 永恒不变 自信里面 本来有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 无量向好 样样都无量 一样也不缺 只要你见性了 智慧得向通通献起 你受用不尽了 没有一样东西 是心外之法了 心外无法了 法外无心了 所以见了真心 样样具足 是怎么会使用 我们的经验